大家好我是布林 我是介紹職災我最棒小精靈 不要這樣看我啊 這名字又不是我取的 邪惡文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關於老保職業傷害給付的知識喔 是的 職業傷害給付顧名思義 就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時候 傷害別人的話 老保局就會付錢給你喔 錯的 明顯是錯的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 好吧 那我們就請介紹職災我最棒小精靈 我不要叫這名字 也對名字太長了 那我們就請介玲來介紹職災是什麼 職業傷害是指 勞工如果在工作的時候不小心受了傷 就可以到老保局申請給付喔 就像介玲在公司告白悲劇 對 那個時候好受傷啊 就可以向老保局申請職災給付喔 可以才有鬼 好吧 那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讓介玲說明一下 怎樣才符合老保職災給付喔 聶先生在辦公室收賬款的時候 遇到黑山老妖逃過一劫 最後愛上女鬼聶小姐 從後到尾沒有受傷不符合規定 孫先生被唐老闆雇用為保鏢 路上為了保護雇主被牛先生打傷 是的 這是職業傷害 老保局會幫你負擔醫療費用喔 麥小姐在賣火柴的時候 不小心點燃火柴 召喚出天國的阿嬤 被帶去天國 是的 在公路的時候受傷往生 這個符合陰宮死亡 家屬可清零 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的 小紅帽在去找奶奶的路上被大野狼吃掉了 小奶奶不是一份工作 不會有老保的 那船長魯先生在去偉大的大海 尋找一個傳說中的寶物 卻遇到海軍上將 等一下 你把事情搞太複雜了 總之如果你在工作的時候 上下班的路上 或者因公出差路上發生傷害 而且沒有違反交通規則或酒駕 都是屬於職業傷害 但是如果路上要去別的地方 辦自己的事情時發生意外 就不算 我懂了 那擠婦會很難申請嗎 一點也不會喔 因為老保執災有份傷病 醫療 適能及死亡四種 發生事情的時候 依照不同執災種類準備好文件 再向老保局請領擠婦就可以囉 那今天的影片最後 我們就來示範工作的時候 受傷的話 要怎麼申請老保擠婦吧 等一下等一下 你拿棚殺出來幹什麼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領執災擠婦嗎 想得沒 而且我又不是蟑螂啊 睡蓬婦